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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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韩语控诉 律师见两人矛盾焦点如此明晰 神情凝重地给出最后通牒 若私下协商无果 法庭将借助裁决 以法律冰冷且公正的尺度 丈量这段破碎婚姻的是非屈指 斩断纠缠不清的情感乱麻 康特文言 心思被重锤猛击 仍不死心 望向阿祖法 眼中满是哀求与不甘 你非得做得这么绝吗 我们这么多年感情 怎能说断就断 阿祖法别过头去 泪水滑落脸颊 咬着牙坚定回应 我已深思熟虑 为了我自己 更为了两个孩子能有安稳日子 这是唯一出路 康特心急如焚 拍着胸脯许下承诺 我定会向法子把妈妈送进小黑屋 让她再不能胡作非为 可阿祖法只是冷冷一笑 那笑容里满是失望与嘲讽 毫不留情地戳破她的大话 你之前多少次机会都没能阻止 如今这话教我如何在心 康特还欲在变 试图用回忆里的温情 未来的憧憬说服她 可阿祖法心意一卷 颤抖着手拿起笔 在离婚协议上决然落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笔一画 如同刻在康特心上 宣告着这段婚姻的终结 康特望着签字的瞬间 怒火中烧 却又无力回天 只能眼睁睁看着多年感情烟消云散 她内心无味杂沉 既埋怨阿祖法的决绝 又痛恨自己的无能 更对妈妈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 曾经她以为阿祖法只是一时赌气 凭借往昔她的通情大力 只需等她冷静 再软语相劝 便能重归于好 却没料到 这次是彻底寒了心 任她如何不救 都难以挽回 律师看着这场面 也忍不住数落康特 你明知家中矛盾 击中难返 这么久了 为何不劝忠你妈妈 我深入调查过 她对阿祖法的伤害 桩桩渐渐 铁正如山 前几天还上门打人 几乎天天折腾 你作为丈夫 连基本的安稳生活都给不了妻子 如今千字离婚 也是无奈之举 康特听着 脑袋嗡嗡作响 心乱如马 往昔的自信与笃定全然不见 只剩满心的懊悔与迷茫 最终在沉重的氛围笼罩下 康特双手颤抖 似有千军中父 缓缓拉起笔 在协议上签下名字 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这段婚姻正是画上句号 曾经并肩的身影如今各自落寞 阳光洒下 却暖不了他们冰冷的心 往昔的爱意 欢笑都被岁月尘封 化作记忆伸出一抹苦涩的残痕 徒留一生长叹 为这段破碎的感情默爱 请不吝点赞订阅